你們不覺得冬天就一直很想要吃粥啊 或是一些泡麵 麻辣鍋 拌麵啊 麻油啊 添拌麵之類的 講一講就 本人大概就是最適合保養皮蛋野的人了吧 歡迎彩妝再找我 大家晚安 今天呢 是一個開箱之夜 有沒有覺得我們這幾個禮拜都在開箱 因為我覺得最近太多新品我好奇了 我個人覺得可能是因為天氣開始轉涼之後 就很多期間限定的新品開始上市了 然後呢 今天我準備的呢 是有味味一品的麻辣臭豆腐麵 然後一豆蘸的剝皮辣椒雞肉麵 一豆蘸 一豆蘸 然後三款是Saven的粥 它是跟阿發式聯名的芋頭瘦肉 香菇雞肉跟皮蛋瘦肉粥 好 那我們就先去開箱 然後我們現在吃這個 味味一品的麻辣臭豆腐麵好了 臭臭殆勁 那含量是2965 崩潰 因為我們明天 明後天都有拍攝 來看看它長怎樣 然後如果你們很想要吃一些麻辣相關的東西啊 可以擺一下前面的新品 淡淡麵 超煩 我以為你說邊看單字邊看前天直播嗎 哈囉 Good night 給大家看一下現在 我們盡開看一下裡面的罐頭的樣子 喔 真的是麻辣臭豆腐的味道 哇 裡面其實滿多塊豆腐的耶 OK 味道聞起來挺臭的 但是又有一點點紅燒的味道 所以我們就是先拿去加熱水看一下味道怎麼樣 Hey Siri 怎麼會是妳開始計時 大家的Siri都被我Q出來了嗎 慣用說泡麵那含量超高 半夜吃很容易水腫 欸 可是妳不覺得泡麵這個東西就是要半夜吃才會覺得 幸福嗎 欸 這是賺多少錢 妳先去買 我現在財富自由的地方就是在超商 這這這這 好 這樣打開就是一個麻辣牛肉麵的那種感覺 這上面飄了幾塊豆腐 來喔 吃泡麵的時候就是一定要這樣子 先來這樣壓好 欸 這上面還有一些肉耶 這應該是豬肉啦 我在猜 這裡 目前看起來挺正常的 聞起來好像也沒有到真的非常的臭 它的湯底就是那個 微微一瓶麻辣鍋牛肉麵湯底的味道 但尾韻帶有一點點臭豆腐很纖維的豆腐的香味 像這樣撈起來泡麵 這是它的豆腐 它的臭豆腐啊 其實有一點點臭 但它的臭度沒有到真的非常重 咬的過程中還好 但是你後來舌頭就會慢慢的有那個豆腐的味道 跟一點點的臭味 發酵的味道 然後我覺得有一點點鹹豆腐本身 大家沒事可以去複習一下臭豆腐那一集 臭豆腐那一集我自己覺得拍得不錯 明達說長大吃泡麵我也不喝 欸 我以前真的超愛喝湯的耶 現在真的是比較沒有 尤其是你在宵夜的時候吃泡麵加蛋 你就是要把湯喝完 你才會有那種有點罪惡又有點幸福的感覺 但是由於明天要拍所以不行 贏政說不要喝 我跟你講 我如果喝了贏政明天可能會殺了我 聽起來療癒就拿進來吃一個氣泡水透明的這樣 有沒有感覺 欸 慶文說不是肌醬就失望 欸 拜託我上次買了一箱肌醬裡面完全沒有氣 我超失望的 人生說忘了幫你打氣 是不是我就覺得 好 吃完了 我覺得麻辣鍋臭豆腐這一個 對我來說我覺得吃起來的感覺就是 臭度跟香度沒有到那麼的重 我覺得它更多的是 像麻辣牛肉麵那一樣的那個湯底調味的那個味道 我覺得它沒有不好吃 但是我就覺得少那麼一點點 我覺得嘗鮮可以 但我不會回購這樣 我覺得大家有興趣可以買 魏魏品的麻辣鍋牛肉麵 我覺得它滿好吃的 這一個是那個 周天子的皮蛋瘦肉粥 然後是跟國宴主廚阿發師的聯名 欸 其實它的皮蛋滿大塊的耶 給你們看一下 我之前不知道是吃哪家超商的皮蛋瘦肉粥 有一點點失望 所以我後來就再也沒有買過了 其實還是有買啦 就是你知道它想吃粥的時候還是會買 但它的皮蛋還滿多的耶 還有一些蛋花 欸 我覺得還不錯耶 我很認真的思考了一下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這一款的粥 我覺得它吃起來鹹度沒有到太高 而且它的粥是有一點點香味的 然後它的皮…老實說它的皮蛋的味道 對你們來說一定覺得OK 但因為我本人吃皮蛋瘦肉粥 會自己再買一顆皮蛋把它丟下去 一好之後看起來今天要吃很久 欸 大家還可以順便閒聊一下 是不是很棒 音樂家都沒有…它沒有米粒感 它其實還是… 它就煮到已經沒有米粒… 米粒感的那種粥了 但是我之前吃過那種很水的 就是湯感很重的那種 我就覺得不行 這個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它比較稠一點 實際上來說我是皮蛋豆腐 每一口一定都要有皮蛋跟豆腐 我覺得這超難的耶 因為豆腐都超大塊 有時候你就是默默的你豆腐都吃完了 然後就沒有…沒有豆腐可以配了 趙麗粥的煮粥都會燒焦 我跟你講煮粥真的超…超難的 我就是很難把那個調味用到非常的恰到好處 所以以至於我如果煮粥 我都…全部都加肉鬆你知道嗎 我就是沒有再給它直接這樣調味 欸 文梨說它說它有吃過店家賣的皮蛋瘦肉粥 裡面是皮蛋加鹹蛋耶 下次好像可以試試看耶 感覺很好吃 Judy居然在教照例說你像是把蛋白加入粥 裡面用大火一起煮很快就濃稠了 總覺得Judy教這個感覺哪裡怪怪的你知道嗎 Judy的廚藝 印象中感覺應該跟西偶菜差不多啊 你不覺得嗎 西偶菜…喔西偶菜在是不是 我…我想說我今天… 欸 不好意思剛剛那段卡掉 我只是開個玩笑 就確認說千千太愛你 欸 對嘛 我跟你講西偶菜這一切都是愛的 你真的不要誤會我 這就是不小心的 好 吃完了 我覺得這皮蛋瘦肉粥可以賣耶 55塊滿華盛 而且還滿大一個的 喔 這我給過耶 認真給過 因為我是粥控 我是粥董 我笑 好 接下來這個是芋頭瘦肉粥 它也是阿法師國宴主廚的 我跟你講粥的熱量都不高 但粥很容易餓 因為它比較水狀 我的天啊 是我喜歡的油蔥耶 喔 這個味道可以 有油蔥的香味 這有長在我的喜好上 我很喜歡芋頭粥 因為剛剛說很喜歡皮蛋瘦 我現在就說很喜歡吃芋頭粥 但是我很少買芋頭粥的原因 就是因為 很多芋頭粥 它就是沒有那種 它的不夠香 你知道嗎 給你們看一下 它上面還浮了香菇這樣子 喔 它是 它是比較有點湯的形式的那種 你知道嗎 它裡面芋頭還滿多塊的 可是我 我覺得聞起來最多的那個味 蔥曬的味道 是那個紅蔥頭那種 你知道 油蔥的那個香味 純泡麵要泡爛了 泡麵還沒有泡 大家冷靜 欸 我覺得不錯耶 雖然有一點點鹹 可是它喝起來的味道 那個鹹茶多多好 它喝起來的感覺有 一點點那種 小吃攤現煮端出來的那種感覺 我來吃一下它的芋頭 看一下它有沒有很 芋頭是很好咬的 是鬆的 但是它沒有那麼綿密的那一種 你吃起來口感我覺得還好 但是粥本身很好吃 而且它粥本身的芋頭感 其實沒有到非常的重耶 但是就是如果芋頭控 你要很希望它有很重的芋頭味還好 然後香菇說吃起來會很像泡飯的感覺 不會 因為它下面的那個米啊 已經是很軟的那一種 就是已經沒有口感可言了 欸 我整個你知道就是一個 彩虹的感覺 看到我的時候你知道幹嘛嗎 要許願 你只要收集到7個顏色 我就可以滿足了 三個願望 是這樣子嗎 比我還好刷芽 然後Sandy說這方法 欸 你們覺得刷芽有效嗎 其實我覺得刷芽上面有效 我肚子餓我還是會 就是給它吃下去 我就… 但是在刷到第二次芽的時候 內心就有點就是厭世這樣子 皮蛋芋頭最推薦誰喔 它怎麼好難喔 這兩款我都滿喜歡的 都擺在架上要我選一個 我會選皮蛋Soro粥 就皮蛋本人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算是滿高的你知道 但我真心的覺得這滿好吃的 而且我覺得這有那種古早味 我覺得放的油蔥的感覺 真的就是不一樣 這是香菇雞肉粥 也是阿發濕的 他說它是嚴選香菇香味濃 好奇我來吃吃看它味道怎麼樣 宜芳說她昨天去吃米糕粥跟燒麻糬 阿嬤有提到你這個 我那天很認真跟阿嬤聊天 我跟你講我真的超愛跟長輩聊天 因為我是阿嬤太大了你知道嗎 我那天就跟阿嬤聊 那阿嬤說你要吃燙麻糬嗎 我就說不用啦不用 阿嬤就是一直要端給我你知道嗎 我覺得就是狠心的拒絕她了 你知道身為一個阿嬤帶大的人 就是可以理解 你只有跟阿嬤拒絕這件事情 她的內心她可能不在意啦老實說 然後攝影師也一直叫我吃 真的是我這全球都要過去了 長輩有時候會有一些危險發言 你會不會覺得 欸這自然不正確但很好笑 好這香菇雞肉粥 好我回來了 欸這個是比較稠的 這個跟剛剛的皮蛋瘦肉粥感覺比較像 感覺微波食物無論如何都比泡的加分一點 我跟你講微波食物會比泡的好一點 然後冷凍的食品還原度會比較高一點點 這口我覺得還好欸 有一點點像是你吃完胡椒之後 在那個喉嚨頭卡住的一個味道 這口我覺得沒有那麼重我欸 而且它香菇其實放蠻多的 可是我覺得吃起來的菇味沒有到很重 然後它的調味大於香菇跟雞肉這兩個東西 所以你沒有吃到很什麼香菇味 然後雞肉味也還好 全部都是調味的味道 我覺得優點就是雞肉沒有乾柴 然後沒有那種一絲一絲的感覺 官官說上次胃不舒服想說吃一下清淡的 結果原來是超級 我不對這口味其實蠻重的喔 就是講說 台語的喉嚨頭叫腦鰲頭 然後小恩就回答說跟納智姐兄弟 我跟你講小恩這個的笑話通常就只有直男會開 小恩抓到喔 沒有說我也想跟先生說我帶的實習生 也說我唱得好聽 我跟你講它一定是屈服在你的全位之下 吃完了我認真說它的香菇比我想像中還多 但是我覺得它的口味真的沒有重 它有一個在喉嚨頭的那個 應該是辛香料的味道 那個味道我沒有很喜歡 不過就看個人啦 我們來等一下喔 你說這整個過程中唱歌嘛 你們會不會崩潰 精彩你說沒有走音的大概八成 欸我跟你說 我跟你講我唱台語歌真的比較不會走音 好聽對不對我跟你講 我超適合唱台語歌的 來 這些講冠佑啊 辛辱啊 創犯啊 可麗佑啊 麥比 是不是我跟你講你們這些人 撐起來 我們的剝皮辣椒雞肉麵究竟是會怎麼樣呢 一度讚 錄加錄讚 想起的那個一度讚 錄加錄讚 一度讚 它聞起來 沒有剝皮辣椒的味道呢 剛好它上面有麵可以這樣撐住它 它的剝皮辣椒其實算我覺得還滿多塊的 但沒有很大塊就是這樣小小的 來我們先來討論一下 我們對剝皮辣椒的印象應該是它要帶有一點辣度 大家應該有一個共同的共識對吧 好 我們先這樣子 我們先冷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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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熱 燉開 金咖咪咧 它的湯頭喝起來有一點點那種甜甜的感覺 這個 它的麵吃起來就是泡麵你知道 然後它連剝皮辣椒本人都不辣耶 怎麼會這樣子咧 就是很純耶 很純 就是滿Special的這樣 有人買過這款嗎 是誰告訴我 雞串的時候那隻雞的名稱叫剝皮辣椒 欸 不是我認真說 有沒有人家是開按摩店的 到底為什麼上面有特別一個唇這樣子 因為我每次看到唇我很容易想外面你知道嗎 欸我真的是 有一種不能只有我吃到的感覺 你們明天去買一下這一款好不好 那我是有說到它到後面嘴唇 會有一點點刺刺的感覺 它說一點點就是這個的 這個 一點點刺刺的感覺 我吃完了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我剛開箱就是 微微一品的麻辣鍋臭豆腐麵 我自己覺得它吃起來就是沒有驚豔的感覺 嘗鮮可以 但是我自己不會回購它 因為我覺得它吃起來就是比較像麻辣牛肉麵的味道之味 因為還是有一點點臭豆腐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這兩款就是 Seven出的香菇雞肉粥跟那個 芋頭瘦肉粥 大家可以買來試試看 我自己覺得滿喜歡的 然後鍋皮辣椒純雞肉鍋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同事肚子餓你可以給它吃這樣子 好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甜點時刻了 你們以為今天就只有這樣嗎 不是 你們一定會覺得我現在拿出來的東西 怎麼可以算是甜點 我們的營養三明治 來 給你們看一下 喔 天啊 營養三明治好幸福 喔 幸福了 你們看一下這個 裡面這個美乃滋是怕真的什麼事 喔 喔 伯伯 梗圖要出來一下了 只等一集說聽起來很脆 欸 它沒有脆 是紫的聲音 紫胎的聲音 欸 可是你們營養三明治 現在都買多少錢啊 雨萱問Sandy說 地獄禮物真的很苦惱 欸 你們最近有要交換禮物嗎 我給你們推薦一個地獄禮物 我覺得很值得送 高麗菜一整顆 很棒 很實用 韓國大白色 我收到高麗菜一定會開心 可是年輕的妹子收到高麗菜 可能會覺得太重了 來 第二個營養三明治會不會太快 Sandy說收到什麼 禮物覺得最地獄 很大型的龍毛娃娃 我好像沒有覺得很地獄的禮物耶 冠冠說送三角椎 那個真的很地獄耶 那個到底要放在哪裡啊 來 我給你們看一下 冠冠說我尾牙就是抽中三角椎厲害 那你那三角椎後來放在哪裡啊 最後一口 我前幾天去做聖誕花圈 我做出來的花圈真的五顆吧 給你們看一下這是我後來做的一個小花 用那個聖誕花圈剩下來的材料做的 我本來還在想說做完之後 感覺可以抽兩送給大家 後來發現它的樣子實在太特別了 我就想說就算了 最後還是要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Simple出我2022的全新的保養品的代言 大家有興趣可以買來試試看 因為我個人認真的很喜歡 然後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 大家如果還沒有看我youtube的影片的話 也要記得去看喔 接下來我們就禮拜三見囉 晚安 掰掰 早點睡